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試過敷面膜給大家看 這個面膜其實我們公司一直都有買 是時候多一次這個韓國的面膜 它有兩種面膜 一個就是這個 水分 保濕面膜 另一個就是紅色包裝的美白面膜 由於我都不需要特別美白 所以最近我覺得皮膚偏乾 我今晚再敷這個想睡的面膜給大家看 很容易撕掉 它的紫質不是現在很流行 那種很橙絲很薄的面膜的紫質 就是厚一點 而且它的面膜質地的精華 平時現在是精華透明的 它就不是的 它就是cream狀的白色 那可能有些客人現在敷開蠶絲面膜 就未必一定很喜歡這一種面膜的質感 還有未必喜歡的cream狀 但其實各有好處 如果有些喜歡敷這種厚一點的面膜質 也會覺得不錯 但最重要就是效果才是最重要的 正如我那個客人所說的 它敷很多面膜都會有敏感 還有就是不覺得效果未如它的理想 而這個面膜就是它敷了這麼多次 敏感或者不敏感的時候都能幫到它 所以我就決定再試試給大家看 正如我剛才說的 因為它也很cream 那我就會把那些cream狀 其實它裏面也有很多cream狀 那當然就塗在面膜上 不要浪費 另外就是 當然 我經常都說 那條頸也很重要 千萬不要浪費這些精華 那我就會塗在頸部和手上 這樣吧 那大概敷15分鐘 那就看一下 每個人一定 如果它很乾的 其實可能敷10分鐘就用這個 那這些面膜 用完之後呢 是建議大家用清水洗了它 然後才塗回日常的門膚程序 多謝了